一听到这个名字 可能不少朋友会觉得有些奇怪 既然事故已经出现了 就肯定有它的前因后果 为什么说是不该发生的呢 其实当通过监控探头 放大和回看事发过程 大家会发现 很多车毁人房的意外 起因就是司机一时的疏忽和一时的放纵 如果平时就能谨小慎微留意细节 这些事故完全可以少发生 甚至不发生 看来第三环航天桥上这一幕 不管是现场民警还是路过的人 无法心里都会隔根一下 这会儿他摊在最内侧车道 车顶被削掉了一大半 俨然成了一辆敞篷车 车里面是否还有其他幸存者 几分钟以前 这起事故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视频回放系统 下好记录了整个事故的发生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辆油油意义三心二意的出租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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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